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 Barla Talk 做金融佬,很多時候要對著信息慢變的股市 不斷地留意上上落落 不同的新聞,不同的指揮和業績 當會逢旅行時,便投行 因為焦點是轉向旅程、景點、食物、玩買 很多的分析和分析都要去延遲,或之後去惡補 這也解釋到一個現象,為何傳統以來 七、八月股市會發展大一點 原因是交投膽政,因為基金經理度假 但現在大大減低了衝擊 原因是可以打長條電話,網上的電話 做庭討論,或是拿著手禮電腦 去到全球,當然會有一些 Cyber Security 的關心 但理論上,你去到哪裏,都可以去掌控市場 雖然是這樣,但我也試過有幾次 真的要回到加拿大去做一些決定 但有Skype 時就好很多 現在這個機會已經減低了 另一個我旅行的一個怪現象 我稱呼它為Bilibara效應 就是每次去旅行的時候 我去到的那個地方,股市都是上升的 尤其是如果我有那個地方的股票 那些股票通常都是大升的 今次去旅行三個星期 在日本,有三隻股票我買了 一隻是任天堂,一隻是Muji,一隻是大菌 就是這個沒有抗力的公司 這樣三隻都升至少 由十至二十幾個巴仙不等 叫做幫補了我旅行的需要 在同時,香港也升得不錯 不像KOL那樣淡 或者不像林鄭那樣 因為事業者搞 影響股市、樓市等各方面 實際上市道是有影響的 但股市從送中修例到現在升了8% 只不過隨著有個交通警察開槍之後 市場又跌了一千點 尤其是攻擊中環、中文大學等地方 這是非常可惜的 要分享這件事不是要幸災樂禍 我知道香港現在幾天的罷工罷市 如果繼續持續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會受到那個衝擊 而是我想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金融佬 其實跟香港人 或者是香港成國的歷史 是很相似的 香港由開埠以來 其實都是一個中轉的廣口 中轉廣口的特性 就是無論它是物流、貨品上的交易 或者是一個金融的服務 很多時候是認錢不認人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種 我不管你說什麼語言 我不管你的宗教和政治背景 像是說給我錢 我就能夠送給我的服務 你又開心又開心 大家有一個win-win的情況 在當中 我們能夠履行整個香港的責任 所以 養成了香港 一來是殖民地 當時 也不想你研究這麼多歷史 政治那些 養成了香港人就是這樣 不要讓我聽民主、自由、自由 我不管 總之 I just make money 我不會搞你大家開心 何水不犯正水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就是 去到六八九上場之後 或者再正確一點 習大大上場之後 越來越管越嚴 越來越管越嚴 越來越沒有自己 又或者 你如果不跟黨性的時候 甚至乎 你連這個商業都沒有賣 尤其是 譬如 那個送中條例出的時候 在五個方面 我們都看到 整個政權變得非常之醜惡 或者 他終於揭露到 妖魔的面紗給我們看到 很難想像 如果真的 成功送中的話 很多藍絲就會覺得 你走得正 你走得正 怕什麼 但是 前兩天 金一南 一個解放軍的少將 其實不是很高級的 但是 這個反映到大陸 不少的官場裡面的 perception 他就說 香港人就不理法治 要彰顯法治 就應該將壞人 承之於法 一些影響國家 危外國家的人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舉了一個 就是 當年張子強 被革命軍 白鬼了 原因就是 李嘉誠 request 我聽到的時候 我當然無法確認 究竟 阿超人 究竟有沒有這樣做 但 原來 一個權貴 他 request 你得罪了他 你就 白得了 當年 張子強 就愚蠢 走了去大陸 但是 如果有送中條例的時候 甚至乎 你會在香港 都可以 而我們很清楚 林鄭 或者以後任何特首 都不會揮霍你的權益 他只會送你去死 去邀功 你說 是不是很可怕呢 另外 我們被捕的四千位朋友 很多是濫捕的 但是如果有送中條例的時候 甚至乎現在議員有些 request 去送中的時候 那些人 可能未審先判 又不得了 即是公務員 零容人 你在街上 可能走過 你是公務員 之後 你被捕 你可能真的沒有去示威遊行 但不要緊 已經要停職了 這個公平何在 這個安全感 人生的安全何在 沒有保障 另外 就是 現在我們發覺 我們的法治 都慢慢崩潰 原因是因為 警權過大 他在一個地步 是他所說的事 而 他是選擇聖州法 元朗721 他不拘捕 到現在他來到的時候 你有任何爭拗的時候 他就是拘捕你 還要告你暴動罪 假如你是商聊 你是公務員 你又是在那裡跟他爭拗的話 你就不單止要接受一個刑責 甚至乎你連份工都沒有了 當他要趕盡殺絕的時候 其實就令到所有人 要跟他死過 不能選擇 然後 除了法治上 你說法庭都幫不到你 因為他不告另一邊 那法庭可以怎樣 他就要告你 那法庭又要拿正來做 這就是聖景泰說到 為何警察的濫權 警察的無限大權力 會令到法治在香港都會崩潰 然後 財產 如果真是送中成功的話 他可以凍結你的財產 當然財產沒有保障 就算他現在不送中 你會發現有一種邪惡的地方 就是 假如你不是跟他同一支笛 來唱歌的話 就像郭泰 封鎖你的行業 你不可以經過他的航空領域 於是你要跪下 跪下的結果就是 有他的職員 在Facebook來分享 在Facebook去做他的一些私人活動 就是政府賦予 或是基本法賦予 給他的權利 來自由集會 Oh Sorry 你就可以解僱了 另外 例如理大 我們現在衝擊 然後 學生衝擊 示威者衝擊 關我理大什麼事 喔 停止你撥款 逼你上同一條船 去夾死學生 再不要計算你 譬如是一些藝人 在大陸有些商業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難助 當這三件事 加起來 你又沒有人生安全 又沒有法治保障 在同時 你的財產上 會被侵吞 或者你的利益 被侵吞的時候 令到 香港本來 拉爾維生 這麼多年 的金融地位 都會受到衝擊 因為 金融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產權 能夠有私人的產權 你那個人生安全 受到保障 不會像那個 City Banker 那樣 就是下街 說我放工而已 然後 一人都可以被人 說他集會 然後就打到 躺在地下 這樣 如果我是Banker 我就退錢走 有什麼所謂 是呀 可能新加坡 到現在為止 都未必好過香港 但我先避免避風頭 如果好的 可能 還有機會去恢復 我只是賺點錢過來 但是 如果長遠都是這樣 這樣 香港的金融地位 低了 還可以 裏面的人 財產各方面 會不會 真是臨當 這也是我過去整年 都是不斷擔心的 一件事 真是 真是 幸運 幸運 有一群人 去站出來 即612 616 或者之後 那麼多 就是 走出來 去反對 這個條例 但同時 當政府患患無理 繼續堅持 甚至乎有些人 真的願意來接受刑責 願意來犧牲自己 這樣 去到今天 我怎麼能夠 跟這群人來割席 去譴責他們 多謝都不來得切 再加上 另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會覺得 就算割席 我是否真的可以獨善其身 很無奈地 當大陸 你看到很多高官 他們和習大大 將香港人 整個香港 和香港人 有定性 為了反動 不爭氣 不是自己人的 一些 反叛的區域 所以 就算你做得多好 除非PK 到某一些藝人 或者某一些政府官員 你要去到牛鞋底的地步 這樣 你都是沒有好處的 就算你學幾多國語 在大灣區 如何融入也好 他都會當你是外人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 有機會去抗爭 我們有機會 現在 聯合很多溫和建制 很多 一些很保守的 例如宗教界 學術界 那些 還有可以聯合到 一些 Banker 一些外國的 一些傳媒 勢力 各方面 來對方 去對抗爭 對抗爭 假如我們都不敢對抗爭 然後 將來變成 新疆 我們一起在意代弊 這也解釋到 為何我們這些金融人 本來是 不過問政事 純粹為了賺錢 都要來站立 不斷 不要支持示威者 但至少要反對政府的惡法去推行 也要指出他們的問題所在 這些是匹夫有責 香港人希望可以加油 一開始時說旅行 最後結束時也說一些旅行的體驗 去到一個地方 有一間皮革的店舖叫江藍 寫著鎮田樓 奇怪了為何會有戰國時代 鎮田幸村屋加盟 六名前 三個前兩排 總共六名前 於是我進去看 原來發現他的老闆 是曾田家的第十五代傳人 曾田家在戰國時代 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家族 他們忽來忽去 是世界仔 就像香港人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田家 後來就跟積田 不夠兩個月死去 然後就跟農村一役 農村一敗經的時候 他又把自己的土地 反叛 然後就跟德川 德川沒有好處 又跟北條 北條沒有好處 又跟上賊 又跟風神秀吉 然後又打來打去 於是很多人覺得 搞錯 你這群人這麼反覆無常 這麼世界仔 每一次你都做得好 每一次都好像死不去 但實際上 他為何忽來忽去 最重要的是 他其實是想保住他的信聾 他的家園 保護他的家人 當他發現 誰的大明 可以來保護他 他便跟著他 但原來他發現 這個大明 反過來 出賣他 他會把他的家當 你給了那個人 於是他便揮火 到最後 他發現 原來都不惜一戰 不要緊 我便跟他打 雖然我是人微言輕 雖然我是細孤力弱 但我不怕你 於是他最後 他的家族 跟德川家康打了三場仗 關完之戰的時候 用了千多兵 就伴侏了德川家康幾萬兵的主力 那時的主力是德川秀宗 就是德川家康的兒子來統治 然後十六年後 在大阪之陣 再打 打兩場仗 第一場 守住大阪城 他也是很少的兵力 但是 德川家康二十萬兵 打不進大阪城 最後 搞到廣和 然後德川家康反悔 像泡泡一樣 然後再打一場 他只是千多兵力 然後 居然能夠勇猛地衝到 德川家康三萬兵的主陣裡 甚至乎 逼得德川家康要走路 以及幾乎自殺 傳聞當中 他的而是自殺 當然這個是野事 不能夠證實到 真的非常有體面 成為了日本第一兵 德川家康的將領 來封他 你會看到 一個世界仔 本來是混亂世界 就是 不同的地方 嘗試去找一個生存的空間 到最後尾找不到的時候 他選擇來 fight for his right 我自己很深受 前景仍然不明朗 但求主幫助我們 和我們繼續來 fight for our own right 香港人 加油 我自己 未必能夠 真的有很多的支持 我相信 不少人都有這種無奈 但 無論在文宣 或者是鼓勵 各方面 我們都盡量盡一分力 或者在金錢上的支持 或者在移民上的分享 各方面 保留我們香港人 無論在本土 或者海外的一些命脈 繼續延續下去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